嗨 我是小牛哥哥 然後我是小兔哥哥 然後我是粉美 我是胖的 我們以前有 上次我們以前是特別來賓唷 哇 而且還有我們這四個 我一定比胖的還要棒 OK 所以我現在要複習剛剛小牛哥哥教的字了唷 好 OK 那所以第一個字就是門 也就是開門的門 那所以門它就真的長得像門 它就真的長得像以上門唷 那所以這裡就是像那個門 然後這旁邊的這兩個部分 就是有點像那個 就是像那個把門撐住的 那兩個木頭 那個門它才不會倒下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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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第四個字是我們你們他們的門 那誰門它的意思就是很多人的意思 那它是一個形身字,然後它的部首就是這個人 因為那個門它的意思就是很多人 所以它的部首是人 然後它的這邊就是一個門 然後它說為了要有門的音 因為門的音很像 所以這裡就是那個門 下一個字是班 這就是班級的班 那所以呢,班它其實它是 它一開始它是個玉分開 就像這樣子 這兩旁都是那個玉 然後中間這裡就是上一個刀子 它就是要把那兩塊玉 要把它分開 就是,OK 就是,它就是有下的 它就是有下的把它分開 它的意思就是像班級 就是,就是,就是,就是一個大部分 你把它分成更小的部分 就變成有很多小的部分了 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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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這裡,看起來 像我們上次 我們以前有學過的那個字王呢 但是它,它其實不是王喔 它其實,它其實是玉 因為當玉它當部首的時候 它這裡,它的這個點 它就不會有這個點了 就像這樣子 就看起來像國王的王 但是當玉它是一個,它是一個字的時候 它就會有這一點唷 就像這一個字 就像這一個字 那所以這一個字 就是班 就是,同樣的同 OK,那下一個字 就是… 就是,同樣的同 那這個,同樣的董 它的意思 也就是一樣的意思 那,所以你們可以這樣子记 那,所以 那,所以你們就可以記得 有一群人 所以從這裡就是有一個E 你就可以那樣子記 然後他們都同時發出了一樣的聲音 他們講了一樣的一句話 然後他們講話的時候 發出聲音的時候 就需要用到這個口 所以他們需要用到他們的嘴巴 就像如果我的媽媽買了一件那個 買了個裙子 然後之後我就跟小牛哥哥一口同聲 跟他說 哇好醜喔 那二牛哥同聲一口同聲說 那個裙子很醜 所以那個頭就是有一樣的意思 那這個字它就是學校的學 那那所以呢那個那個這上面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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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它上面這個部分其實都是手 手唷 那你們知道為什麼它是手呢 那它是手是因為 是因為像你要蓋一間學校的時候 你會需要用到 你不是只會有一個人來蓋那個那一間學校 但是會有很多人蓋一間學校 因為如果只有一個人的話就會很難蓋 所以這上面就是有很多隻手 來幫忙蓋那一間那一間學校 然後下面這裡就是那一間學校 只是裡面這裡有一個字 那這裡面為什麼會有一個字呢 因為以前那個那個那個 以前那個我們學生都是叫弟子 所以我們這件書想在上面這裡有一個字 OK那所以這一個就是學校的學 那現在這一個字就是交叉的交 那這一個字還蠻好亂出來的嘛 那所以它那所以它它它就是它對形狀 然後它就是像一個人它的腳交叉了 那所以這裡就是像那個人它的頭 然後這裡就是像它的手 然後下面這裡就是它交叉的腳 嗯 那所以這一個這樣也很簡單的嘛 嗯 那這一個字就是學校的校或者是 呃或者是教證的教 那教證是什麼意思呢 它就是像跟那個小牛哥哥 它那時候講的那個教對 它的意思是一樣的就是像要改正 要訂正你的一件事情就是像 像我數學考試 但是我有一些題目錯了 然後老師就叫我校證一下 然後老師就叫我校證一下 所以老師就是要叫我訂正一下 因為我有一些是寫題目錯了 嗯 嗯 那但是 那但是它古時候它不是學校的意思 也不是教證的意思 它以前它真正的意思是 它是像一個形句 然後那個形句就是就是木家 那在這裡它就是會有一個木 是因為那個形句也就是木家 它是用木頭做的 然後它旁邊這裡會有一個礁 是因為就是像你那個木家 才是 但是那會 會那個兩木相礁 它會 它會相合在一起 並在一起的樣子 一一 所以那就是為什麼它在那一邊 會有一個礁 然後 這個是 就是兩個的兩 那 那所以呢 它 它 他古時候它 它其實 是 是兩個部分 來的哦 它 一個部分 就是 自己 它就是 一個馬鱷 它 它那個馬鱷呢 它就是 它就是像如果有兩匹馬的話 要拖 要拖個東西 它 那那個馬鱷就是像要的 那 拖起來 它才不會 它才不會 亂跑掉一個 一個是跑得比較快 更跑得比較慢 那樣子 它就會養來養去 沒有很舒服 那這裡 那這一個地方就是 就是像那個馬鱷 也就是 如果你騎馬的話 你不會直接坐在馬上面 你會 你會 坐在 像一個座位上面 你不會直接坐在馬上面 所以這裡就是像它的馬鱷 只知道我們今天 我們的兩側 在這裡 它多了一條 橫線 可是 它以前其實沒有這條 橫線 你會不會坐在馬鱷 那這個字就是 歷切的歷 那所以它以前 它是一個工具 而且它是一個翻土的工具 那个翻土的工具它是造一个雷 那所以你们可以这样子记 你们可以记像之旅 就是像那个翻土的工具 那个雷它翻土的那个部分 然后你可以记这个弯弯曲曲的部分 就是像你拿那个翻土的工具 就是雷的时候的那个部分 那所以这个翻捨到今天 你就可以用在地气的雷上面 那这个字就是男生的男 那所以呢50后男生 他们通常他们的工作 就是去田里工作 那所以它上面这里就是有一个田 然后你耕田的时候 你会需要用到像那个雷 那个翻土的工具 所以这下面有一个力 然后同时你耕田的时候 你也会用到很多的力气 所以这下面也是有一个力气 所以这个字就是男生的男 那所以这个字就是白色的白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是像一个蜡烛它的形状 然后所以这里就是像那个蜡烛 然后上面这里就是像那个烛火 就是就是像那个蜡烛它的火 那烛火照到的地方 它是不是就会像白白亮亮的呢 所以四个字就是白色的白哦 好那如果再加一条线的话 那就是一百的白 那所以一百的白它的音跟白很像 所以它只是在白上面加了一条横线 那那个横线它的意思 就是很多的意思 所以这就是一百的白 OK那所以那是现在这个 那我现在已经讲完咯 那所以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